虽然众多科技公司把隐私保护挂在嘴边的时候总是被吐槽 但隐私协议在某些情况下并非简单的几个字而已 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去看一看 也许可以对自己的隐私保护做点什么 比如使用微信或者QQ的你不想看到官方推荐的个性化广告 是可以直接关闭的 在微信当中点击我 点击设置 再点击关于微信 在当前页面当中点击微信隐私保护指引 在目录的其他选项里 点击隐私政策 在其中找到广告类目 然后点击关于广告 之后找到管理 在个性化服务设置中 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是否关闭以下这些默认选项 根据您的信息展示广告 根据您与广告主的互动展示广告 根据用户类别展示广告 这些选项一般可以让你屏蔽广告6个月左右 6个月之后自动开启 对于QQ 操作方法类似 点击你的头下 点击设置 再点击关于QQ与帮助 选择隐私政策 然后像刚才一样过一遍 需要注意的是 你只是不会收到个性化推荐的广告 对于普通广告是无效的 如果你使用百度 在网页底部或者设置当中 找到使用百度前必读 找到隐私权保护声明 进入百度隐私保护平台 在总则中 找到搜索隐私设置 你会看到你特定账号的搜索记录 可以清除它 还可以选择 是否让百度记录你的搜索行为 当然这里以声明搜索效率会受到影响 不只是APP 有的硬件设备 也是有相应的隐私设置的 比如iPhone当中进入设置 可以看到隐私 点击后下滑到页面底部 进入广告 可以开启限制广告跟踪 其他的应用和设备 你可以自行查看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事实上 从部分的开发者或厂商 把入口做得足够深 甚至干脆就没有入口 以及用户对于广告的反感态度来看 开发者或厂商 并没有给用户足够的选择权 而用户也没有给予开发者足够的支持 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我们认为 免费享受优质服务的情况下 尊重用户隐私和体验的广告 是可以被允许的 但优质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服务 是不存在的 最后 你可以在TopBook微信公众号台 回复隐私保护 查看我们之前做的 关于隐私和广告的文章或视频 微信搜索TopBook 共享一千只高效技能视频 我们下的话 一定是能打开不进击的 不管这方面 请保护 订阅 高效技能壮